公園遊樂設施太空漫步 正確使用方式是這樣 全人站上去前後擺動 卻有小孩覺得好玩 拉高後放下 砸中兩歲不到的小女童 女童嘴唇明顯紅腫 口腔破皮 口罩被染紅 連媽媽的白色衣服上 也沾滿鮮血 觸目驚心 有媽媽指控 15號帶女兒到台中南屯的 豐富公園玩 一名三歲男童 右手擺動腰杆 女兒經過瞬間被狠狠砸中 女童嘴唇瞬間大噴蟹 對方家長卻完全沒有制止 事後只叫兒子來道歉 自己沒有一句關心 就自行離開 吳小姐七刀報警 想找到那位爸爸 希望對方給個交代 不排除提告 傷害者的父母有在現場的話 如果他沒有去注意 他的監管義務的話 可能形式上可以提告 過失傷害的部分 律師提到 家長沒有注意到監管義務 可能觸犯過失傷害 也能針對民事侵權部分 跟對方求償 記者楊敬禮 雲杰 台中報導 無視乎 聽聽聽聽聽 沒有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